女人第一次尝试不穿内衣出门 结果就被一个陌生人抓住了裙子 没等女人反应过来 裙子就顺着电梯缓缓上升 光天化日下 她就这样被八个金光 她赶紧用浴巾挡住身体 谁知下一秒 女人的未婚夫突然走来 女人支支吾吾 不知该如何解释未婚夫才能相信自己 结果这时电梯门缓缓打开 说完陌生男人就要关闭电梯门 未婚夫赶忙冲上前质问妻子她是谁 可妻子哪里认识她 衣服怎么就莫名其妙跑到她手上了 陌生男人不停在一旁煽风点火 这让女人根本无力再去解释 尽管自己一清二白 未婚夫十分生气 从妻子手上一把抓走两人的订婚戒指 然后便从一侧的电梯转身下楼 只留下一脸委屈的女人 她去找陌生男人讲理 可一切都显得那么巧合 最终女人失落地回到家 却意外地发现 扯掉她衣服的女人 现在竟然坐在自己家里 并且未婚夫还在热情款待 女人气愤地大声吆喝说 就是这个女人诬陷了自己 但在青青草原上的未婚夫 根本不听女人的解释 未婚夫越说越上头 直接指责女人别在一副假惺惺的样子 而之所以将前任请到家里 是因为她从来没有过欺骗 未婚夫的暴怒和破血的威胁 让女人无话可说 现在唯一能证明自己亲爱的 也许只有电梯里面的监控 于是女人找到酒店管理人员 让她帮自己查看当天的监控 结果出乎意料 除了女人当天上电梯的视频 之后的视频全部消失不见了 所以这一定是酒店员工做的 因为只有员工才能打开监控系统 就在这时 女人一扭头 突然在另一旁的监控器上 看到一张熟悉面孔 这正是诬陷她的陌生男人 她是酒店的调酒师 监控视频的消失 十有八九和她脱不了关系 女人立马冲到她的面前 拿着两块柠檬刺了她一颗 女人的强大压迫感 让男人不得不说出真相 原来这一切都是 未婚夫的前任指示的 她给调酒师付钱 两人合伙 搞一场出轨现场 然后前任西满一族 回到她未婚夫身旁 知道真相的女人 并没有伤心难过 而是开启了她的复仇计划 为了报复这个破解 女人命令调酒师配合自己 再把吃乳全部一一偿还 否则就把她做的脏事 告诉她的家人 没有办法 调酒师只好无奈答应 等到第二天 破鞋乘坐同样的电梯下落 结果下降过程中 电梯猛然间发生故障 胆小怕死的破鞋 赶忙呼叫救女人 从里面 竟传来了女人的声音 听出声音的破鞋 想和女人靠近呼 可女人根本不吃她那一套 极度缺氧的小环境中破鞋心急如粉 可她越着急 女人就越兴奋 因为这是她应得的 女人没有和她废话 而是给她三十秒的时间 让她脱光衣服 否则后果自负 说完便开始了倒计时 破鞋在电梯里急得活蹦乱跳 在最后几秒钟 她赶紧将衣服脱下 这时 电梯门缓缓打开 女人自信地和未婚夫站在眼前 你知道吗 杰子 你爱了别人 并不给你自己的正确 毁坏了自己的生活 你并不负任任何人 所以为什么 你知道 所以在帮助别人的生活 为什么你不去 照顾自己的生活 我会看到你 撒完气后的女人转身离开 独自留下全身赤裸的女人 勿以爱人的名义 行伤害之时自私 如果你真的爱她 就不应该去摧毁她的家庭 不是每段感情都能走进婚姻 曾经拥有过也是一种幸福 谢谢大家